大家好,我是萌A,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冰棋东京湾强棋的视频。 玩冰棋不可避免的要和规则打交道,不过东京湾强棋的规则比较少只有6页,算是入门级的冰棋。 游戏步骤为以下3个阶段,增援补员阶段,移动阶段,战斗阶段。 本作没有补给阶段,这点也为游戏减少了复杂度。 游戏规则我会在游戏中一点一点给大家说明。 我们先来看一下算子上面的数字和符号是什么意思。 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是单位的兵种和规模。 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是兵种和规模符号的具体含义。 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数字从左到右分别是攻击力、防御力和移动力。 游戏知道算子的这两处的信息就能完了。 其他的信息,比如部队翻号什么的,由于我对历史细节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是军迷,所以对这类信息的关注度就不高了。 现在简单地介绍下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了彻底击败日本, 美军制定了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这就是没落行动。 没落行动包括两个计划,奥林匹克行动和小王冠行动。 奥林匹克行动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实施,目标是占领九州岛南部。 小王冠行动计划于1946年3月1日实施, 矛头直指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 最后,美国人利用新武器,原子弹提前结束了战争, 避免了美军伤亡,上述行动也随之放弃。 本游戏的背景就是假设小王冠行动如期执行, 1946年3月至4月美军在关东地区登陆。 简单了解了背景后,我们准备开始游戏。 另外,这次游戏我试用的三人游戏时的规则, 所以各方行动的顺序是,首先是美军第一集堂军行动, 然后是第八集堂军行动,最后是日军行动。 游戏胜利条件是哪方VP最高,哪方过胜? VP指的是胜利点数。 好了,开始游戏。 第一回合没有补原阶段,所以直接进入移动阶段。 不过第一集堂军的单位都在敌方ZOC里, 所以无法移动,那么移动阶段就结束了。 ZOC是指单位的6个相邻格子, 就是其控制区,ZOC,图中红色的插索在格子就为该钻子的ZOC。 如果移动进入了敌军控制区, BZOC,的单位,必须立刻停止移动。 日军算子的优势指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是未知状态, 只有发生战斗后才会翻到乙之面, 之后就是一直处于乙之面直到被消灭。 先攻击在3203格的敌人, 算子翻面,防御力为1。 我方攻击总和为7, 所以战斗力比为7比1。 防御方是在平地, 所以没有修正。 投投4。 投出3, 7比1的3是D1, 一字是防御方被消灭。 第二场战斗如箭头所示, 红色箭头表示发起战斗的单位, 蓝色箭头表示这个指挥部能影响到这次战斗。 另外, 指挥部的作用是若防御方单位位于美军指挥部2个范围内, 则该次战斗中, 战斗力比在战斗结果表上向美军有力的一方偏移一列。 不论是美军作为攻击方, 还是防御方。 战斗力比是12比1, 平地无修正。 战斗力比大于等于7比1的, 都按7比1来计算。 1, 敌方被消灭。 然后战后挺进一格。 战后挺进是指根据战斗结果, 若敌军单位已经不再进行战斗的格子中, 则战斗幸存的一方, 不论是攻击方, 还是防御方。 可以将一个参与战斗的单位移动 支援敌方参战单位所在格。 这种移动称作战后推进。 另外, 装甲部队可以挺进两格。 进入下一场战斗。 防御力是0的, 表示为逃兵, 直接移除地图。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7比1, 平地无修正。 投出5, 第一, 防御方被消灭。 挺进后, 第一集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同样第八集堂军除了指挥部以外, 都在1ZOC中无法移动, 所以移动阶段结束。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6比4, 向下取整变为1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投出的1,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3比1, 村庄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投出格2,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战后挺进到腾泽, 获取EVP, 放上标记以提示被第八集堂军占领。 然后下一场战斗。 因为第八集堂军右边的单位是跨核攻击, 所以战斗力减半。 战斗力就变成了6加3等于9。 战斗力比是3比1, 平地无修正。 投了个5,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至此第八集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第八集堂军登陆摊头有一个缺口, 日军坦克部队可能可以进入, 如红色箭头所示。 为什么是可能呢? 坦克部队算子右下角的大写。 Gate的意思是, 移动前投投子, 投出的点数是多少, 本回合的移动力就是多少。 所以日军坦克部队要进入登陆摊头, 就必须投4点或者大于4的点数。 如果日军进入相模弯登陆摊头, 第八集堂军的所有指挥部就要从地图中移除, 每移除一个指挥部, 日军将获得2点VP。 如果登陆摊头上有日军的单位, 增援部队中的指挥部就无法登陆。 投了个5, 该坦克部队的移动力就是5。 是进入成田防守, 还是在240三格防守呢? 主要考虑日军的主要目的是拖住美军的进攻, 直到8回合结束就好。 向前一格可以多向前顶一格, 也算达到这个单位的作用了。 守成田的好处是战斗时可以获得防御上的左移米列的优势, 但如果这个单位的防御力是1, 左移米列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还是在240三格防守好了。 还真投了个4, 好吧, 第八集团军的指挥部就掉了, 还让日军获取了2点VP。 这算是我控制第八集团军时犯的失误了。 另外, 指挥部一旦被消灭后就永久被移除, 就无法通过补原阶段重新上场了。 虽然日军占领了一格登陆滩头, 但防御显得空虚了, 后幕和横滨就暴露出来了。 好, 日军移动阶段就结束了。 日军主要任务是拖住美军直到8回合结束, 所以没有必要主动攻击, 如果主动攻击, 本来日军的攻击力较弱, 一攻击自己被打退或者被消灭, 反而为美军节约了时间, 感觉不划算。 所以本回合战斗阶段直接结束。 现在日军防线是这样的。 美军第一级旁军登陆比较顺利, 所以东部的日军防守在南面有漏洞, 第一级旁军可以迂回到后面, 如蓝色箭头所示。 所以日军式情况可能需要在黑线的位置, 依托海和湖泊的地形形成的狭小的通道 来拖住第一级旁军。 西部的第八级旁军登陆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被日军消灭了一个指挥部和两个步兵师。 虽然下回合有补员和增援, 但由于有日军部队占领着一格登陆滩头, 所以指挥部无法登陆。 下回合会分兵消灭在登陆滩头的日军。 在香摩湾西面的两个日军师团也需要处理, 不管是消灭, 还是靠一个防御力高的单位来助手。 不然日军可能就会找机会再次占领香摩湾。 消灭的话, 就需要分很多兵力来消灭这些日军, 因为西面的地形不是荒地就是山地, 不利于进攻, 加上下回合没有指挥部的加成, 所以需要花一些兵力去消灭, 如果投入兵力一多, 日军就有可能派战略预备队来继续拖住美军。 日军的战略预备队可能出现的位置, 如地图西面和北面的黄色框所示, 所以我偏向于派一个防御力高的单位来助手。 如果能进入这两格的其中一格来助手就可以了。 因为第八集团军的得分点都是在北面的村庄和城市, 所以分过多兵力在西面没什么得分点的区域是不划算的。 当然从得分点还能看出, 第八集团军的任务不是攻占东京市区, 只是要占领北面的村庄, 只有通过一条荒地区里的公路和穿越东京市区的西部才能到达, 如黑色箭头所示。 另外,有要说明的是, 日本第36军部署区域的单位是需要美军美占领或控制一个城市, 或者美军进入多摩川相邻格子或越过多摩川, 才可以投入第36军部署区的单位作为增援的, 所以下回合考虑不会去占领横滨。 下回合占领横滨的几个坏处是, 1.会触发第36军单位参战。 2.美军占领城市在战斗上是对美军不利的, 美军防御时战斗力比会向右一列。 3.由于要处理相摩弯东西两边的日军, 所以去占领横滨的美军单位不会多, 所以占领横滨的美军单位有被包围的可能, 如黑色箭头所示。 好了,第一回合就到这里结束了。